大家好 那我们今天要来教学的是正直三十七世 太敌拳的第四世是如风势壁 如风势壁的方位正确来说应该是朝向九点钟的位置 为了示范容易 我会朝向面对镜头正是十点钟的位置 来给大家示范如风势壁 如风势壁的前一世是进步斑斓锤 进步斑斓锤的定式 中心在前脚 拳大概在这个掌的下面 你先看我示范一次如风势壁 如风势壁 这个招式相当的简单 动作并不复杂 有点像红女脊暗的这个动作 但它称为如风势壁 分段解说给大家听 前一次中心在前脚 这进步斑斓锤的锤 然后接下来右手松开来 右手掌松开来 然后腰缓缓的朝左边 这个时候双手成一个交叉 然后我的左手有点掌心是朝上 双手交叉 做到后脚 这个乘坐是壁 所以我们动作叫做如风势壁 所以现在动作就是如风 好像在做一个风的动作 重心已经到了后脚 再示范一次 再示范一次 这就是如风 像在做一个风的动作 左手在前右手在后 右手靠着自己胸口 左手在外面 接下来要做一个视臂 这个动作 这时候我要回朝右 然后双掌放开来 接下来往前按 这动作就叫做视臂 重心已经到了前脚 前击后三 再看一次 这是如风 视臂 这动作相对比较容易 如风 视臂 老浪明朝九点钟的方向 这是我们打全驾驶正确的方向 给大家示范一次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侧面的一个动作 前一次进步搬弹锤的定式 中心在前脚 进步搬弹锤 如风 视臂 视臂 中心移动了前脚 就是如风视臂 完整的招式 我们今天介绍如风视臂 招式相当的简单 我现在透过这个YouTube影片的学习 你应该还可以很清晰的看到我的动作 并且学习起这个如风视臂的动作 我们这一期 我们这一期影片排到这边 谢谢大家